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算是一個新的上司 想跟大家講講鬼股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講的鬼股就是我媽媽提供的 話說我媽媽有個朋友 我們就在這裡叫該朋友做梁太 梁太她在80年代的時候 剛剛跟她老公結婚 當時她們沒有錢去買樓 所以租了鳳凰村的一些堂樓居住 那些堂樓是沒有升降機的 出入就要走樓梯 還有她租的地方是要跟不認識的人夾租的 三間房就有三家人 廁所廚房共用 而梁太一家就只是租其中的一間房來住 只有梁太問她老公 當時他們沒有小朋友 在這個地方大約住了一個月左右 她覺得很奇怪 她形容的感覺是明明 那間房只有她自己一個人 但硬是覺得有其他人在 之後她就沒有理那麼多 就照住在這裡先 之後就到我媽媽出場了 話說有一次 梁太她就在街上撞到我媽媽 我媽跟她聊了幾句 都是說廢話問一下她這陣子是怎樣 那些行圈 類似是 但我媽媽就覺得梁太她就很潮水 好像很累 於是我媽媽就問多了她兩句 就說沒有什麼嘛梁太 你好像很累啊很殘啊 沒事吧 這個時候梁太就跟我媽媽說 就說 唉 新搬去那間房住下去 感覺很不自在 就不知為何會這樣 我媽媽其實都沒有理 我媽媽跟她說 可能是新地方 不習慣 就叫她安慰一下她 她們的對話 當時大約就是這樣 我媽媽告訴我 我媽媽就說 其實當時聽到她這樣說 她是沒有什麼的 她是沒有聯想到什麼鬼怪 什麼怪事 就是這樣 又過了一段時間 有一天這個梁太就打電話給我媽媽 就說 有些事情想找我媽媽當面談 就說見面再說 我媽媽聽到她這樣說 就以為她可能是想借錢那些 因為你有什麼是要無緣無故打給人 跟著又有什麼出來談 通常都是借錢才會這樣 就是你當面就難拒絕一點 就是問你借錢 要不然你打電話給我借錢 我就會很窮啊 兄弟沒有錢 我就不借剪線 但是你又出來 當後當面問我的 那我成功率會高一點 可能有些人是不懂拒絕人 當面 我媽媽就以為她借錢 我媽媽就說 好啦出來談一下 看看有什麼事 是不是真的借錢 之後她就約出來 一見面 就見到梁太 那個神色 是相當之慌張的 就面青青的 我媽媽就問她 到底什麼事啊梁太 你沒事吧 那梁太就說 新搬去那間屋那裡就有鬼了 之後呢 梁太就開始交代回整件事了 那梁太就說 原來搬到那間屋那裡的時候 已經周身是不自在的了 周身不聚財的了 總是好像很不舒服 不過呢 她都認為呢 即她認同我媽媽說 是新地方 可能是一時之間是不適應了 沒有想那麼複雜了 沒有說什麼鬼那些 直到有一晚 她睡到半夜的時候 就突然間紮醒了 那梁太就看到 有個阿伯 站在她的燙衣板旁邊 即是燙衣板 用來燙衣的一塊東西 而那塊燙衣板上面 就有一塊布 阿伯就拿了那塊很滑滑滑的布來玩 在那裡玩那塊布 用來噴噴癢癢 噴來噴去 那個阿伯 那梁太就說 很害怕 當然是馬上踢醒她老公 想踢她老公 怎知道她老公就不醒 踢了幾下都不醒 她老公這樣不醒 梁太又看著阿伯在那裡玩一塊布 梁太就說 沒眼睛 合上眼睛 不敢再偷望 即是不敢看阿伯 就有她 接著就一邊怕都睡不著 怕怕怕怕到天亮 天亮了 她老公又睡醒了 梁太就張開眼睛 看看阿伯走了沒有 幸好阿伯已經是不見了 去到這個位置 梁太已經是很慌 她有想過搬 但大家都明白 剛剛才搬到過來 再加上當時 梁太的經濟能力又不太好 即是不可以說搬就搬 唯有是張就著先 她都有把這件事跟我媽媽說 但我媽媽都做不到些什麼 都是安慰一下她 都是說沒事的 你又沒有害人 你又沒有害過伯 伯伯不會突然搞你的 類似這些事情 發生完這些事之後 梁太就跟她問一下包租公 包租公你租給我 這裡有沒有死過人 還有說回昨晚發生了什麼事 即是說見到那個阿伯那些 即是告訴包租公 包租公就說 沒有啊 沒有死過人 還有這麼久以來 租了這麼久給人 都沒有聽過有這些怪事發生 既然包租公沒事 暫且先相信她 因為那個年代沒有這麼複雜 即是不會有些人想些東西出來欺騙你 又說什麼東西 那個球掉色 即是不會說這些 以前的人 誰知隔了一個星期左右 梁太呢 他半夜又紮醒 又見到那個阿伯 那個阿伯又在那兒玩快報 梁太又怕餓死了 糟糕了 怎麼辦呢 梁太又怕到天亮 梁太想想想不是了 這樣不是辦法 白佬又見到他在那兒玩快報 嚇到嚇死了 當然找個師傅上來看看 那什麼師傅呢 即是那些 對鬼 可能捉鬼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樣定義師傅 你當是類似法科那些 可能有些什麼怪事 或者有些什麼古靈精怪的東西 可以找他幫忙的那些師傅 找了師傅上去看看是什麼事 那師傅上去 又真的找到那個阿伯出來聊 即是師傅不知怎樣溝通到那個阿伯 和那個阿伯溝通到 問那個阿伯什麼事 會不會是梁太 或是得罪了他 所以有隻鬼 可能搞梁太 誰知道 那個師傅就跟梁太說 後尾 就說原來那個阿伯 是沒有想著傷害任何人的 只不過 是阿梁太 他自己時運低 運氣不好 所以先 不幸運 就見到那個阿伯 那師傅還說 其實那個阿伯 就住了在這裏很久 原來這個阿伯 就是建這棟樓的時候 就做黑工 就不幸運 就跌死了 即是意外那些 然後又不懂路回家 就停留在這裏 看到梁太那塊布很漂亮 即是他那塊燙山板的布 很漂亮 那就拿來玩一下 有空就拿來玩一下 可能 那梁太就知道這件事之後 梁太就覺得阿伯喜歡那塊布 想要燒那塊布給阿伯 那阿伯就以為 你燒那塊布也不給我 那阿伯就很生氣 那阿伯就很生氣 然後就去報夢 給梁太就問他 你為何要燒那塊布阿梁太 這樣 梁太就解釋給他 原來是想燒那塊布 下去下面給他 那阿伯就說 哎呀你這樣燒 燒不到給我的 你沒有寫我的名字 我不會收得到的 之後梁太就問他 是什麼名字 就答應他 遲些再燒一塊給他 之後梁太就知道 就找了他叫什麼名字之後 就找了包租公 找了一些幫到手的師傅 就立個位給他 最後就燒一些東西給阿伯 就是燒一塊布給他 最緊要 那包租公也很好人 就下了頭 就肯立個位給阿伯 在那間屋那裡 還有燒一塊布給他 最後就皆大歡喜 那自此呢 梁太就沒有再見到過阿伯 但是呢 梁太的老公 就買了馬那些 都不斷贏一千幾百 就是不會贏得多 但是一千幾百 就一定贏得到 還有呢 梁太的老公 他做的生意 都開始順利了 那梁太的老公 就認為是這個阿伯 幫了他們 那想說繼續住在這間屋那裡 不過呢 梁太就始終都是覺得 就不應該靠這些 叫做鬼神的東西 來拿一些利益 那所以呢 梁太就堅持要離開這間屋 那最後呢 他們抽到居屋 整家都搬走了 梁太他們 那我的故事呢 就講到來這裏了 那是有點長的 八分幾鐘 那多謝大家都聽到來這裏 那是啦 可以留言告訴我 幫我聽喜不喜歡我 講這些故事啦 那如果OK的 我就多些講一下 那就這樣啦 那今天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節目呢 可以訂閱回我們的頻道 那我就下次見啦各位 拜拜 拜拜